很多人在问在美国买一辆新车到底是该用哪一种拥有方式呢 到底是买断 租赁 还是贷款 今天我就用几分钟的时间给您讲清楚 这几种方式有什么区别 而且今后您再买车肯定不会再犹豫了 首先在美国拥有一辆汽车基本上有四种方式 第一是短租Rent 第二是长租Lease 第三贷款Finance 第四那就是买断了 那么这四种形式有很多人就分不清了 到底哪一种更适合我呢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只要您买车借助了第三方 那么您想为什么人家要帮你啊 对不对 你借助第三方就说明你不是车主 车主是他 他把车买下来 然后你来开 如果没有一些利润在里面 谁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现在您是不是就明白了 只有买断是最便宜的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 短租长租还有Finance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短租 短租呢适合比较富裕的人 他们可以天天的去换新车 喜欢我就开 不喜欢我就换一辆 这样算下来 在很短的时间内 您会有很大的一个开各种车型的经验 如果发展的好 您还能成为汽车的大微博主 第二种方式是lease 这种呢 长租适合认为自己比较有钱的人 长租和短租的区别在于时间上 根据合同的不同 长租是分为三年或者四年 但是它的好处是你每三四年换的是一台新车 而不是旧车 第二个好处就是您能够开上在自己能力范围以上很多的车 比如说如果我要买车的话 我可能只能买一个丰田车 但是我要租车 我可以租一个Lamborghini 享受一下生活 对不对 三年以后我把它退掉 但是我拥有了三年的开好车的经验 而且我们知道汽车的贬值是很厉害的 有些车我们没有必要拥有 我们只需要一个有驾驶它的经验 这就已经非常好了 再下来就是更经济实惠一点的贷款买车 这个要根据您当时的利率来判断了 它跟买房子是一样 只要你使用期间按月 把这个钱打到贷款公司 这就没有问题了 总结一下 最经济实惠的 在我看来还是当时买断 如果您说我没有钱 而且还接受不了汽车的贬值 那么二手车 尤其是日本的二手车 可能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下一期节目呢 我再给您讲一下 如果在美国长期租车到底适不适合提前还车 那么它又有哪些的利弊呢 点击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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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